有一句话,凡是最心相爱的,最后都散了 凡是大伙过日子的,最后都团圆了 结婚前,很多姑娘总要嫁给爱情,不想讲究 希望自己能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可现实却是,很少有人能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大家都是反过来的 要么是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 要么是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除此以外,还有的人离婚一二三回 这一辈子也没遇到上真正对的人 这是因为没有遇到,所以才在结婚后 抱怨自己运气不好,嫁错了人 后悔和不爱的人生而孕育 一,要知道,女人是非常崇敬爱情的 可如愿以偿的人却很少 是不够努力吗?我想不是的 刚开始也都是认真的谈恋爱 而最后却偏偏无法在一起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 其实原因有很多 比如眉毛当户不对 年龄差距,经济基础 异地恋,父母帮打鸳鸯等等 这些都能让两个相爱的人分开 女人如果不听父母劝告 选择不顾一切倒贴,嫁给男人 结局也不禁是完美 这点也希望未婚女能明白 毕竟,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怎么着都可以,婚姻不行 婚姻是两家人的事 如果两个人相爱能经得住考验 得到父母的认可和祝福 是可以走进婚姻并幸福的 但如果两个相爱的人没能走到一起 中途分手了 那么以后,不管是恋爱还是结婚 她都可能会将就的去喜欢一个人 嫁给一个人 因为真正用心爱过的人 往往是没有多余力气再去爱别人了 有的在非手后还失去了爱一个人的能力 最后为了结婚而结婚 嫁给了不爱的人将就过日子 但有了孩子又为了孩子不离婚 可以说有的女人一辈子都和不爱的人 在将就中度过 孤独又痛苦 二,不过凡事也不能一概而论 有些人认为嫁给不爱的人一定没有幸福 意思好像是在说 嫁给爱情的人才会有幸福 反观嫁给爱情的人 真的一辈子都幸福吗 为什么还有嫁给爱情最后离婚的呢 小丽就是相亲嫁给了门当户队 自己不爱的人 两个人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小丽发现她这个人有点小气 吃饭还要爱爱 一般都是男人买单的 小丽也没放在信上 继续交往到结婚 结婚后小丽发现老空变了 那就是对外人扣门 对她自己也扣门 不舍得吃和穿 但是对她和孩子从来没有扣门 愿意给老婆孩子花钱 就连工资卡都给了小丽 对小丽非常信任 小丽也很努力地经营这段 没有爱情的婚姻 在走过风风雨雨后 两个原本没有感情的人 自由都互相依赖和习惯了对方 收获了爱情 婚姻过得很幸福 你也许会说小丽运气好 遇到了对的人 但我想说的是 无论是嫁给爱情 还是嫁给不爱的人 婚姻都离不开经营 不懂经营的女人 只想着别人爱自己 无论嫁给谁 结局都是一样的 嫁给不爱的人 冷暖自至 要记住 爱是两个人相处和共同努力出来的 不是靠运气 尤其是未婚女 千万别在结婚前 把幸福寄托于运气 一直傻傻等到所谓对的人 毕竟 遇到对的人 该就是很低的 即便遇到了 你喜欢他 他也要喜欢你 总之相信运气 不如相信自己 幸福是靠自己努力争取的 不是天上掉鲜饼 等来了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